大家好,我是草苗的DES 今天来介绍一下这个渊尾之华的重点整理 首先这次的限定剑罩,两金两指看起来蛮平常的一个剑罩 剑罩有浪巴尔,马萨诸萨,敦克尔克,旭库弗还有福尔班,这是属于剑罩的部分 再来吴克,北基也可以兑换这些凯旋,还有我们的艾米尔,内玛尔 这些在打捞的部分也都会有 那整体的积分兑换呢,全部换完大概要47,600点 这是依照美孚的经验,因为美孚那时候也没有科研二期的问题 所以台版应该会依照美孚的情况来做调整才对 丁丁丁丁丁丁,大概只要47,000 扣掉这个每日活动所给的,大概你只要多打个2万多点 几乎都可以毕业了 好,这边会有个累积兑换,就是会兑换我们这个艾米尔 从1万,1万5,4万,6万,都可以兑换到我们这个艾米尔 再来,这边会有一个skin兑换,这个是花费你的油耗 每天会开放一个油耗的任务,让你去花油 这个是累计的,所以你到累计总共在活动期间内花掉8000的话 你最后就可以拿到这个内玛尔的泳装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活动关卡 首先困难条件,C图其实没有到很难 基本上就是7张的一个实力 那D图开始就变得比较难了 你看到这边D图,它要求防空居然要高达1600 再来D3,更是要要求你的累积要大于1500 所以你的裁棒可能要多准备个几根,可能才够啦 那关卡内容部分 一般B图啦,基本上就是60集以内可以解决的 C图倒要你通关难度到7张,要打应该不会太难 那你要打D3的话,基本上你要有通关9张甚至到10张的一个能力 去打D3才比较好 这边不知道会不会开ES,如果是开ES的话就是110集 那这边打ES其实打的也没有任何的奖励 不用打也没关系 那活动这边一样,每日三照,15次胜利 还有主线困难通关一次都会给你这个每日报仇 这一次推荐打捞就是C1这个晶圆盘 新手可以在那边捞晶圆盘 再来C3之前说过了 在我们的潜水艇教学里面有说 这个法国鱼类是你前期最好用的 即便是过度使用 它也是你现金可以最方便取得的一个鱼类 建议你去打捞个几根 这在你以后推每周鱼类关的时候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最后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D2的凯旋炮 为什么一定要打捞这个凯旋炮呢 因为金凯旋它的DPS已经高过于这个金高频很多了 就以输出来说 DPS最高的驱逐炮就是这个金凯旋 像是你的Lavi啦你的Z23这种炮区 会用到的输出驱逐炮就是选这个金凯旋 哪怕是这个持凯旋 它的DPS也跟金高频类似 只差没有这个对空的一个素质 就一般海面舰队使用的话 紫凯旋已经跟金高频的活力是一样的 拿去装在一些美国的青群副炮上面也都很好用 所以建议一定就是去打捞驱逐最高活力 金凯旋 紫凯旋可以装在我们的副炮上面做使用 没错这个异拳杀人就是说我们的浪巴 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也看过很多人在传说这个金凯杀手就是浪巴 因为它有主炮御装填的原因 所以它开场就可以发炮 而且它的技能全部都是增加伤害的一个技能 所以开场可以发挥出毁天灭地的一个能力 当然火力方面呢 你手动的话当然可以打出很高的一个伤害 如果是自律的话 可能就只剩下差不多一半的伤害 它是手动才会强 自律还是有伤害 主要是它可以有这个快速通关的一个条件 那推图OK 不过演习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重点是你要装备它这个专舞 这个专舞是可以捞到也可以去兑换的 好那装备推荐 首先就是这个4.380 这是它的专舞跑不掉了 那副炮被野炮 对空选STH有加命中 极致的暴力就是选用黑白弹 炸的伤害非常的高 如果有命中上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黑弹换成SG 这都是可以临场变换的 好接着来看一下马萨主炸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技能只要有白银的人 它就会增加自己的属性 那第二个技能是 所有的主炮不管装什么 弹药都会变成穿甲超重弹 这个是强制转弹种的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只会对中重甲有高伤 那对轻甲没有什么伤害 那装弹范围也比较小 命中率不佳 其实未来有一个很像的 科研27有个乔治亚 其实跟它也很像 它是有弹幕的 那基本上这个技能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不管你用什么MP6啦 你用其他410 榴弹撤甲弹 不管你怎么转 最后都会变成 打出去变成是侧甲超重弹 它对中重甲的趴数很高 可是对轻甲不好看 再来是它AOE范围小 一般的子弹AOE都有15 范围伤害有15 它的AOE只剩下8 所以捉弹点非常的小 即便是它打得非常准 就它的后弹范围偏差没有很大 打得准但是范围小 所以敌人只要稍微一动 它就会打不到 然后连这三轮都打不到 这种技能打战装敌人非常好用 但是会打会很会跑的 完全没有用 所以这技能非常的两极化 一个打得非常高 要不然就打不到人 好最后组炮的选择 就是使用这个406 它的基础面板最高 而且不用看它的弹种 即便它是通常弹 反正打出去都是变成 侧甲超重弹 戴富豹就金刚瓶 STAG黑白弹 有命中的问题 再把黑弹换成SG就可以了 虽然说麻在初赛不是这么泛用 不过它未来会出现一个skin 我已经看到你局勤 你的钱包准备要刷下去了 OKOKOK 冷静冷静冷静 如果对它有爱的话 请等这个skin上架 买好买满吧 接下来是凯旋 凯旋的基础素质属性 其实还不错 算是中上的一个驱逐 技能就是要连续命中同一个目标 才会增加自己的装填属性 所以在一般道中 可能很难发挥它的属性 如果是打单一敌人的话 会是比较好的 作为先锋出击 会提高鼠炮效率 所以这边打起来 大概会跟Z23是差不多的 但是打单一个敌人 单一个敌人 精英怪或是boss 装填够高 轮转率也会比较高 坦度其实没有很坦 火力大概就是看 你有没有把它摆在先锋队 没有人在拿打演习的 所以一般来说都是推土用的 意外的它其实防空效率还不错 算是在驱逐里面好用的一个防空驱逐了 记得看艾米尔 艾米尔简单来说 它就是驱逐的一个旗舰号令 它只会带法国驱逐 只有法国驱逐可以吃到它的旗舰号令 然后反过来 它跟其他的驱逐组队的时候 它还会提高自己的一个能力 那改造一样 还会再进一步提升它的一个属性 所以一般来说 它的生存能力大概跟我们的海妈是差不多的 火力其实跟我们的阿甲克斯是一样 其实算是蛮高的哦 如果你是对上驱逐或是轻群 它伤害是非常好看的 那PVP很少人在用啦 基本上是拿来推土的 轻群基本防空还不错 那辅助就是辅助自家的驱逐舰 那未来还有一个离赛流 它也会增加我们整个法国舰队的一个能力 就算是QE一样 法国有离赛流 皇家有QE 那整体法国就是靠离赛流增加Buff 那艾米尔也可以增加前排驱逐这些能力 接着是敦克尔克 敦克尔克其实它是一个战群 它也是拥有这个主炮预装填 所以进场也可以直接开炮 那开炮会有几率发射这个弹幕 所以这个角色其实就很简单 预装填跟这个弹幕 那坦度其实算一般般啦 弹剑的坦度 火力不上不下的 有弹幕跟没弹幕的差别 可能会决定这一场的伤害来源 演戏没人在用它 大部分都是推土的使用的 那因为它是有主炮益装填 加上是战群 因为战群在整个剑种里面 算是很稀有的 所以最好是可以把它培养起来 那未来要打活动啊 想要低号的时候 这个角色拿来捏菜也是还不错的 重点是 重点是 它的泳装非常的香 你一定要买 如果你有拿到这艘船的话 一定要买 接着续顾服 基本上技能很奇怪 它会增加在水面作战的一个时间 可是潜艇最怕就是浮出水面了 浮出水面它会被打成蜂窝 尽管它在整个潜艇里面 它坦度是最高的 不过还是经不起 这个水面部队的红炸 这个技能 其实不会有去练它 再来进度战斗会提高前锋角色的命中 其实前排的角色命中率都很高 其实除非你是都带重群角色 不然这个技能其实也是蛮激乐的 那它这只角色 见到出来就会带这个专武203 这个千万不要卖了 可能你看过其他的影片 或是其他的文章有推过说 它可以拿去打我们的破交作战 没错 它可以打 它不用鱼蕾 这也是仅限说 它在100级可以打65级的 这个破交关卡 你要它去打75级的 我想是非常困难 即便你是练到120级 去打75级的破交关卡 光用这个主炮还是打不赢 你还是必须要用到鱼蕾 或是依赖其他的潜艇来帮忙输出 所以你只能拿100级去打65级的破交 你就算直接到练到120级了 你拿鱼蕾打还比用这个主炮打还来得通 所以不要再怀疑了 这个角色当然65级破交还可以打 75级是不能打的 你要打75级还是乖乖使用鱼蕾 去通关会比较好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用爱发电的脉络性 我没有说到 它真的就是用爱发电的脉络性 卖好卖满 我是超期待这一件skin 这件skin是有Live2D的 最后是我们的雷马尔还有福尔班 这两招都是燃改子的驱逐 它们的角色技能也都很鲜明 一个是可以使所有法国阵营的角色 那减伤30% 那另外一个是增伤25% 那改完都会拥有一个这个生存技能 其实整体的弹度大概跟小天鹅差不多 那输出其实偏雷级 狐狸大概4到5之间吧 我给了4.5 没有在用PVP的啦 那推图就一般般吧 防空驱逐都很烂 唯一能够辅助的大概就只有辅助法国阵营的角色 所以你可以配上艾米尔用爱发点 如果你喜欢法国阵营的话 好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 首先你的目标一就是使命的抽出浪霸 再来兑换出这个他的专武4.380 这样你就算是成功了一半 再来目标二 你去C3打到两根紫玉雷 不会很难 因为你第一天你也打不到D2 你第一天你只能打到C3 所以你去C3捞个两根紫玉雷 其实应该不会太难 再来就是去D2打捞至少一只的金凯旋 还有兑换一只 让你活动就有两只 当然捞越多越好 那这是看你的优好决定了 最后才是把我们的角色兑换出来 还有其他的科研纸 还有我们的其他资源 不过这应该是最能够达成的目标 因为在D2捞金凯旋的时候 你的点数一定会很多 好了以上是今天这个冤尾之华的重点整理 其实法国第一期台版才刚上 那日版这边已经上了第二期 所以第二期出现离赛流 还有其他的船之后呢 其实法国整体来说已经相当的完整 你别忘了科研一期的路易九十 他也是法国船 所以整体未来法国会跟皇家一样 拥有旗舰 那整体的性能也会越来越好 那互相搭配起来 其实不会输给皇家太多 所以如果喜欢法国摄影的玩家 不妨可以开始期待了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介绍 那我是草面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